小李 小李 差不多醒了 我这地还没拖呢 不不不 明天 明天拖 您是把娇蕊回来吧 昨天啊 你们两个人就差一点点碰上了 行 回吧 那我先回了 嗯 那个 我再跟娇蕊商量一下 那个这孩子剧 我暂时先不告诉他 他是你照常来 他再提早 他不可能提那么早啊 行 您让我什么时候来 我就什么时候来 陈院长 看不出来 您还挺怕娇蕊的 我 你 娇蕊下班了 你也下班了 谁让你来的 你妈妈打电话让我来的 我本来其实也不想过来 但我实在看她可怜不忍心啊 你回去啊 也别难为陈院长 她也挺不容易的 你想你生个孩子 扔给她带 娇蕊啊 要是早知道这样 你当初何必生呢 你听清楚了 以后不许再来我家 我刚才说的 是你没听清楚吗 是你妈妈打电话让我来的呀 不管是谁 只要你敢来 我就报警 你报吧 你还可以发微博呢 到时候我也会发声吧 让舆论看看 你是怎么当妈的 让大家评论一下 你配不配当母亲 我无所谓啊 我什么都没有 你不一样啊 你不是有事业吗 你不是很在乎你的工作吗 丹娇蕊 你听好了 咱俩还是和平相处吧 你妈妈喜欢我 你的孩子也喜欢我 我相信 你也会喜欢上我的 起十二横 你干什么 一进来就摆个臭恋 我又哪儿照惹你了 我今天开了一天会 月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啊 是颈椎不舒服啊 我进屋躺会儿 我发现了一天的水 我将隔了一天 但是我用了银子 给大家做这个水 我将银子银子 拿着银子 在银子里面 叫银子银子 我可以做银子银子 但是我认为银子银子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好 颜值 开门 开门 颜值 你行了 你别在那儿躲着了 我都看见你了 给我开门 我不开 不是 你都几岁了 还这么闹 反正比你小 你开不开 我发现你这边真 行 你别给我开啊 你这边一晚上都别给我开 我发现你真是 你现在是不是完全成陈娇蕊的人了 跟他一起对付 我没有帮陈娇蕊 我只占正义 喂 妈 娇蕊 你看到我那条裙子了吗 什么裙子 我最喜欢的那条 就是我新店开业的时候我穿的那条 没看见啊 怎么了 那你这两天在我这边洗脸了吗 没有啊 真是斜了门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不跟你说了 我挂了啊 陈娇蕊就是正义的吗 我发现你真的还是太年轻了 你知道婚姻的失败给我带来多大的打击吗 有很多事情我们就是无能为力的 而且有很多伤痛 它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你懂吗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是萧嫣拉了尾巴 是萧嫣拉了尾巴 是萧嫣拉了 我从心感受到了 我从心感受到了 所以我想跟她做点什么 真的 做什么都可以 你是承认你喜欢她了吗 你是承认你喜欢她了吗 傻小子 在这个世界上 有比爱情更重的心意 在人来也拥铭的 在这个世界上 许算 留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冥冥却下 却还有你 看到我所有山崖 你到哪儿了 我昨天跟你说我不紧张 那是假的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做手术 万一我麻醉过敏怎么办 我今天是第三个 第三个 好吓人呀 要是第一个也就算了 这等待的滋味真的太难熬了 你快点吧 你这个人 你作为下属 你应该来看看你的领导吧 你怎么这么没人轻微啊 我做手术我谁也没说 我只告诉了你 我连我爸妈都没说 这万一我中途有什么事 还得你去跟我爸妈说 你帮我告诉我爸妈 我所有的银行卡密码 全是我妈的生日 她就知道我有多爱她了 谢谢 你到底来不来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不还是来了吗 我当然要来 你是我审美中最重要的人 小嫣 准备做手术了 我不去第三个吗 对啊 前两个都已经做完了 你准备一下啊 俺在家里 别闵他 你否则 我等你 我等你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之前在网上查的时候吓死我了 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我连主招大夫都没见过 就跟没做手术一样 真的太神奇了 张大夫 大夫好 感觉怎么样 我没什么感觉 是不是证明手术很成功啊 你男朋友 为婚夫 你要不先回避一下 没事的 张大夫 您直接说吧 是手术不太理想 肿瘤部分切除的还是很成功的 但因为粘连得比较严重 也就是说 卵巢组织几乎不剩什么了 我之前也和你说过 术后恢复好了 最好尽快怀孕 这个病的复发几率还是很大的 目前 你还有排卵的可能性 过了这两年就不好说了 当然 如果两年内 你们不考虑结婚怀孕 也可以选择冻卵 冻卵 冻卵 那不必了 我是铁钉 我不要孩子的 谢谢你大夫 您刚才说的 我们会认真考虑 那记得按时吃药 谢谢张大夫 大夫您慢走 没关系的 一机会好起来 动手术的是我 你干吗那么丧啊 你怎么跑出来了 你这样会着凉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做手术 就一个小手术不值得一提 什么小手术 这是你经历过最大的事 你听我的好不好 你赶紧回去 我这一个病人 我没法再照顾你这个病人 你怎么出来的 颜值在我来的 师哥已经告诉我你的病情了 你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啊 我本来也不打算生孩子 你自己选择不要 跟你现在被剥夺权力不能生了 这是一回事吗 你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啊 你知不知道 你哭什么 你别为我这种事哭了 我真的不在乎 其实比起我这事 我是真的觉得我没有保护好你 你老瞎自责什么呀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真的 我又不是不能再生了 现在是你比较惨 你不能再生了知不知道 我不在乎的 我真的不在乎 你越这么说就越惨 其实我是真的很担心我会提前更年期 你不怪我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呀 但是我自己走不出来呀 你别瞎跑了 你这么瞎跑得你老了你会得老含腿的 你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我多心疼你啊 你早更年期了怎么办 我们两个怎么这么惨呢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女人更年期 女人是一朵花儿 她就蔫了你知不知道 你什么都没干呢你 就蔫了 什么都干不了 好吓人啊 我觉得是真的 你不到五十岁你就得关节眼了 你这走不动我 走不动你背我呗 走不动你 走不动你 不行啊 不是说女人之间的友情 都是塑料的吗 那看来也不都是啊 我的烟 老大 就像金丽丽赏生临死别一样啊 哪有那么惨哪 你看你这么快就恢复那个绚丽多彩的女孩级了 我也康复好了 准备回家了 你要回家了 你要不行可以去我那儿啊 没事 我已经想好了 你呢 我 我只能好好工作呗 这个 好少 要不要趁你个好日子 来个双心灵门的决定呀 且是那种 会被一个戒指束缚的人吗 跟你们说啊 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 之前在月子中心的这个厨艺啊 我的厨艺啊得到了宝妈妈的一日好评 但是说实话 无论做什么工作 我都觉得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快乐和满足 所以我决定我要从西亚其端辞职了 可喜可贺的是啊 我爸呢他终于理解我 还特批让我把我们的严家餐厅做一次彻底的改造 老大 你觉得我们这餐厅应该 走什么定位啊 你要问我呢 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个亲子餐厅啊 你从月子中心就能看出来 现在的母婴市场了不得 其实你们俩可以合作呀 你那么爱孩子 你又那么会做饭 你们俩要合作 那简直就两全其美 这听起来可行 你觉得呢 虽然说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啊 但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我会全力以赴的 行 那我这么定了 来 给我们成功 来来来 点子费 点子费 快 这样 以后你去我们餐厅吃饭 一律免单 想让我吃一辈子儿童餐啊 那我会营养不良呢 那要不这样呢 入股我们餐厅啊 把那边死了 过来当老板 看孩子看够了 去你们的还要见熊孩子 姐也是个有梦想的人好吗 上车吧 喂 李总 好 我马上过去 梦想又在向你招手啦 过段时间 集团数职会之后 董事会会有大动作 你的梦想或许很快就会实现 你确定 原本我是有些担心 董事会希望这次的新人选 是已婚已育 家庭稳定的女性 这是什么标准 过去 集团上下谁都知道你是个铁定族 现在情况不一样啊 她来得太其实了 在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 你戴上了婚戒 这就意味着你的内心是安定的 这也是董事会希望看到的候选人的状态 我的内心从来没有不安定 不会因为一个婚季而改变什么 而且我一直以为西娅集团 对于女性最佳状态的诉求 是未婚没有孩子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但是你别忘了 西娅集团所有的产品线 都是围绕女性消费展开的 集团需要让整个的高管团队作为示范 向公众放松一个明确的信号 成功女性不仅要事业有成 而且要拥有爱人 孩子 以及幸福的家庭 那是你们以为的成功女性 这是没有绝对的 而且这不能够成为 西娅集团选人的标准 什么时候用人为邪 变成用人为婚了 请进 李总 请签字 嗯 恢复得不错 好吧 对了 集团 有一个高管家庭聚会的邀请函要给你们 正好你们都在 回去好好准备吧 德式会选人的事 你已经知道了吧 嗯 我不喜欢被绑架的感觉 我不想结婚可以不接 不想生孩子可以不生 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要迎合别人 戒指很漂亮 我应该恭喜你 谢谢 也许你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 在面对无法抗拒的诱惑时 我们都会屈从世俗的判断标准 可他们选人的标准那么荒谬 我可以不接受呢 呢 另 je tours系儿董事会 不是你奋斗多年的目标吗 你呢 你会为此 跟莫铭复婚吗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齐斌向你求婚了 恭喜你啊 今天全世界都在恭喜我 谢谢 您好 您这边请 嗨 小总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小总 小总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 一会儿聊 好 好 小总 今天你非常漂亮 你怎么来了 马总邀请我来的 她说最近 会有人要加入董事会 关于股权分配的试探听听我的意见 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一直在等你的邀请 可是却久等不来 对不起啊 最近有点太忙了 未来你会更忙的 今天西夏集团的高管都会到场 以后的马总来了 我需要把你 亲自介绍给她 不过这次 是作为我起病的未婚期 其他律师 李总 萧嫣可是我们西雅 最优秀的单身女士 您觉得 哪位幸运的男士能征服她 还保密呢 雨茶 那不打扰了 我觉得 今天的场合 不太适合公开我们的关系 否则别人会认为 我进入西夏董事会是因为你 你介意啊 我当然希望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获得认可 不是因为任何人 你不锦细 溅 воink 休息 嗯 丫丫丫 你看 丫丫丫丫 看见爸爸了 爸爸来啦 想爸爸没有啊 爸爸想死你了 来让爸爸抱抱 乖女儿 像不像我啊 看我们彤彤长大了 可以自己拿着奶瓶喝奶喽 还真是啊 你们公司领导来了 你赶紧过去吧 为什么要赶紧先过去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都看见了 这不就是你们公司高管的 家庭聚会吗 在你心里 是觉得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为了要在董事会面前作秀 拿着你和彤彤来当道具 是这样吗 娇蕊 我们是彤彤的父母 咱们做人得诚实 不然以后等彤彤长大了 咱们怎么去要求她呢 妈妈 那我今天就跟你诚实一点 你总是把我想象成一个 为了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的女人 一个为了工作 可以随时抛弃自己女儿的妈妈 为什么你就不明白 我现在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在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在修复我们的地区 就像一颗钉子钉在木板上 你也可以随时再把钉子拔掉 但是木板上的那个洞 却永远都不会再消失了 你也可以随时再把钉子拔掉 但是木板上的那个洞 却永远都不会再消失了 好 你好 帮我来杯威士忌 莫德 来 好久不见啊 怎么喝这么多啊 心情不好啊 莫大夫 有个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也算是过来人了 你怎么理解 女人的脑回路啊 你可千万别问我这种问题 我能告诉你的 可全都是反面教材 莫言以为能够了解笑颜 以为她已经 完全介绍了我 可我今天发现 她依然不愿意 我走进她的生活 我今天 只是想当着他们 公司所有董事的面 把她以我 疾病未婚妻的身份 介绍给大家 可她却不同意 你说我这么做 你这是我做错了 你没错 可是萧嫣不就是这种个性吗 她就是想靠她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不希望依靠别人 哪怕是她最亲的人 一在台上被她鼓掌 比亲自下场提她跑 她会觉得更幸福了 anium 别那么悲观 出什么大事了 我刚刚还在电梯间碰到理查了 他说最近月子中心业绩不错 要真出大事了 他不早就疯了 绝对真实临摹 就连理查也不一定知道 人力宣布的小骆驼都告诉我的 今年下午 人力宣布总监 将亲自去月子中心 约谈所有的员工 调查一起特别严重的客户投诉事件 总监只带小骆去 不允许向其他人透露 如果不允许向其他人透露的话 小骆为什么还要告诉你 那要看我跟她是什么关系了 有客户投诉 莫名在职业班时喝酒 萧嫣作为负责人 放纵下属的行为 已经严重危害了 入住宝妈们的身心健康 莫名对工作的态度 我还是知道的 她不会这么做的 那倒也是 但是 小罗说客户是实名投诉 而且对方来头不小 要不然人力宣布 也不会这么重视 这下 萧嫣可惹上大麻烦咯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不要参与外界的议论 去吧 喂 喂 萧嫣 你在哪儿 我出了月子中心 还能去哪儿啊 我们午餐时间 约个地方见面聊吧 你最近频繁约我 这不像你性格啊 你放心 在不久的将来 我就要坐在 你的楼上的办公室 到时候你天天看我 都厌烦了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月子中心最近 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怎么了 现在有人投诉月子中心 集团高度重视 今天下午就会有人力资源部的人 亲自到月子中心去调查 你是在哪儿听到 那些小道消息啊 我只知道 客户向集团投诉月子中心 消息是否准确 你心里应该有判断 好的 谢谢提醒啊 我心里有数 想请你帮个忙 找合适的时间 劝劝莫名 别喝酒了 你这么关心他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我现在说什么 他可能都觉得是多余的 以后 我和他除了童童的事情 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我挂了 这个人 看着是在关心我 实际是在关心你啊 我跟陈娇蕊啊 我跟陈娇蕊啊 现在就是两个不同瓶的波段 不过你喝酒的事情 连陈娇蕊都知道了 这就说明客户一并投诉了 也没关系 反正你也不是在值班的时候喝酒 我会跟董事会说明白的 我无所谓 大不了我就辞职不干了 你赶紧看一下 倒是你 我也无所谓 大不了我也不干了 你赶紧看一下 你赶紧看一下 盟大夫 据萧总反馈 昨天晚上 并没有安排你值班 是的 因为事发突然 萧总担心宝宝的状况 所以打电话把我叫回来了 那你 在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是否保持清醒 我不太清楚 你们这个清醒指的是什么呀 确切地说 昨晚你有没有喝酒 下班之后 我确实喝了点酒 喝酒了 但是萧总是完全不知情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愿意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莫大夫 站在您的角度 如何看待宝妈投诉这件事 后续我会将整体方案一并发给你 好的 那这儿就拜托给你了 辛苦了 行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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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集团的人力资源部提出了一些建议 应该给月子中心增加心生儿护理的专科人员 他没问你些别的 说实话 月子中心确实缺少应急预案 像昨天晚上那样的事 像昨天晚上那样的事 你作为总监尚可应付 可是如果刚巧你没在班上 这事就要给小周他们去处理 凭他们的个人经验和能力 很有可能无法应对的 这是我给集团 关于月子中心紧急事件的处理方案 这个时候提交方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等于间接承认了 你对月子中心的管理是有疏漏的 防卫杜剑 月子中心有任何的问题 我也难辞其咎 反思行动远比追责更重要 再说人力资源部派人过来调查 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不说这个了 给我个建议 我该如何和一个未成年男士 独处四个小时 你别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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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算是知道你妈如何保持少女身材了 太累了 陪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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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聪 我们玩装死游戏好不好 我死了 不要 不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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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来了 聪聪小朋友在家吗 还怎么知道你的名字 对啊 所以我们聪聪自己开门好不好 三 二 一 开门 你好 你是聪聪对吗 你是谁 我试试今天晚上带班爸爸 这是给你的礼物 来 喝点牛奶 来 喝一口别接着啊 好 来 我们接着玩 来 喝一口别接着啊 好 来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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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实话 今天晚上的这个场景 是我想象了无数次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的画面 要现在吗 孩子睡了 你也累了 我这工作了一天 还要在这儿收拾残局 你不觉得这种疲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吗 我不觉得 李嘉 小燕妈妈 金冰爸爸 再加上一个可爱的宝贝 咱们俩在外面拼搏 不就是为了拥有这一切吗 我努力拼搏 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人生 可能我们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吗 有什么不一样的 除非你不喜欢孩子 我也不是不喜欢孩子 我只是 不认为自己有能力 肩负另外一个神秘 将来我们俩有没有孩子不重要 关键是 我和你 能够在一起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 什么事情在爱情面前 都不是问题 我姓齐 齐兵 我是萧嫣 请坐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百个男人 九十九个都觉得我是个怪物 那也无所谓 那我就是那个 百里挑衣的了 可真一旦结了婚 就要为对方退让 妥协 并不可悲 很快我们就会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中 耗尽我们对生活的想象 只有想象是幸福的 现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工作和生活 应该有明确的界限 我不喜欢乐界 我想跟你在一起 而且我想象过无数次 我们在一起的画面是有多幸福的 我想更爱你 那不是爱 你是想改变我 把我变成你喜欢的 小鸟经人的女人的样子 但是如果咱们俩要生活在一起的话 我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都做你完美的情人 你也做不到 我知道你不想结婚 在没有遇到你之间 小鸟 我也不想 可我现在想安静下来 可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会说我们是相爱的吗 小鸟 我希望你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 记住 好 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 在做数值报告之前 我有一件事情 要求证其他人力资源部 这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 遗留在房间的 您说 什么样的客户会记录下 无关紧要的时间点呢 我查过了月子中心的值班记录 当晚二十点三十二分 刚好是投诉月子中心的宝妈 按下呼叫铃的时间 所以我想 如果她不是集团派来的影子顾客 那就一定是竞争对手派来的 萧总 那您更倾向于哪种假设 非常抱歉 是我们的神秘顾客工作上的失误 投诉您的宝妈 的确是集团董事会事先安排的 这次启用密客进行测试 完全是为了考察月子中心的管理现状 以便集团对萧总的能力 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同时 集团已经同意采纳萧总 关于月子中心紧急事件处理的若干建议 测试结果呢 董事会很满意 非常期待萧总在年度数值会上有精彩的表现 给萧总 陈总呢 孩子病了 陈总正在来路上呢 喂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童童一直都不舒服 刚刚又吐了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 今天市里领导来市场 我一定要在的 妈 今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求求你了 你再帮我一次行不行 我不跟你讲了 不跟你讲了 妈 妈 不哭啊 不哭 谁啊 童童怎么了 不知道 好像是哪里不舒服 一直在哭 吃什么 吐什么 吐了 那应该是肠胃不舒服了 这样 我带她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你不是今天有什么树枝会吗 赶紧去吧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童童跟我在一块儿 你还不放心啊 快去吧 各位老总相网 我是市场运营部的徐军伟 下面我向大家做一下 这会儿的过程 我们市场运营部 在集团公司的停档下 从去年开始 进行了战略调整 让集团公司的运营区 进行了重新化整 大家可以再加 我们的航班 يا我 还ි速 Keeping受害人 ô 喂 彤彤病了 你怎么办 莫名带彤彤去医院 我现在正在打车 往公司赶 我把电话给莉莉 你让她把你的送质报告给我 陈娇蕊 你就这么信不过我 各位公东 各位董事 大家好 想见 有许你的手机报告 得好 喂 莉莉 按萧总说的办 我晚上就等 下面请陈娇蕊副总 发表年度数值报告 刘总 陈总好家里有事 遗产没过的 大家好 在陈总发言之前 请允许各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给大家讲述 这样一位年轻妈妈的职场故事 她在最好的年龄 进入西娅工作 从此 她认为自己拥有 最值得期待的人生梦想 她无比投入地工作 甚至顾不上自己的个人生活 有一天 她遇到自己心爱的人 很快地结婚了 有了心爱的宝宝 家庭 工作 孩子 一切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纠结 有挫败 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 她就这样不得不 在职场女性 和孩子妈妈之间的身份切换 我曾经执拗地认为 阻碍女性发展的 一定是孩子 但是这段时间在月子中心 我认识了身边形形色色的妈妈 也经历了自己自身健康的 一些状况的变化 我才逐渐地明白 女人和孩子 并不是矛盾体 而是共生体 下面有请陈总 做数值报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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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 如果不是你替我站台 我就会失去这次机会 再西娅 没有你 我就是独孤求败 那多没意思啊 你终于如愿以偿 把办公室 搬进了集团董事会的那一层 你不会因为我的办公室 就要在你楼上 所以心存芥蒂 才是你去北京分公司的吧 我心胸那么狭窄吗 我想也不至于 接着呢 我又不然 你会见得着 你会得着 对 我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也好 我跟你住啊 我就是很多地方 这个地方 非常不幸 希望你能不能 那边的影子 也好 不用我是 我 我这边的人 都是有野心的女人 那不是野心 是我们未知奋斗的梦想 你说一年后 我们俩谁会胜出 重要吗 我们俩一块 谢谢 彤彤 到了 来 妈妈抱 你 你 怎么这么着急去北京啊 西娅在北京新的事业部 刚刚成立 开展一个新的市场 也是我向董事会展现实力的机会 早点完成任务 也可以早点回来 不过现在两地的交通 已经很方便了 周末休息的时候 可以回来看童童 而且童童跟着我 你放心吧 踏踏实实地在北京工作 我和李美娥也聊过了 她愿意继续照顾童童 以后童童的生活起居 她都会帮忙的 可是你原来 不是一直不同意李美娥照顾童童吗 这些日子我也想过了 以前我对李美娥的态度有些偏激 其实她是爱孩子的 童童也喜欢她 我不能以爱童童的名义 来约束别人爱童童 你变了 人嘛 都是会变的 你怎么客气我都不适应了 你怎么客气我都不适应了 人和人之间是有界限的 是我以前把这个界限给弄混了 莫名 我希望 我们都会有新的开始 童童 妈妈要走了 你会想妈妈吗 你想童童的时候 可以给我打视频电话 你怎么知道 童童第一次笑的时候 刚好是我去完产家去上班 第一次会爬 也是我出差在外地 真的不知道 以后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 还要错过多少个童童的第一次 走啊 等童童长大了 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他一定会为自己有这么一个 努力的母亲而干到教育 来 妈妈 妈妈 保重啊 保重 肯通 叫妈妈 给妈妈再见 给妈妈再见 妈妈再见 她现在还不会喊妈妈呢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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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